哈利 各位 请来小老弟 老铁门哥来了 那今天这一集是回答这个小老弟的问题 那首先小老弟在问说这个犀牛盾的这个solid suit 那又经过一段时间它的涂层的状况怎么样 那其实我这个壳现在因为有太多的壳 所以它偶尔在用 那这段时间以来我就说它这一次如果这个是新版的 它比较软的话我觉得它的涂层很好 所以都没有脱落 所以状况还是很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边框啊 边框需不需要去改改装 那我右边这个是我自己有改过的 那左边这个是solid suit自己附的原厂的 首先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它原厂附的这个会变黄 而且材质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这个你在外面买的这个边框 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 这个solid suit这个材质它比较硬 然后你现在看这两个 这个它已经变黄了 所以solid suit的边框是这个白的会变黄 所以你如果你有买solid suit的 我建议你边框 就是你这个可不要买白色的 因为它这个框黄很快 你看这颜色差很多 就不好看 是你另外自己去买的这个边框 就比较不会变色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要不要改装 你如果不改装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这边缺一个角很不好看 我认为像这种苹果的手机 或你现在比较有科技感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对称的图形 所以它不会用歪歪斜斜的 所以对称的话 我是觉得去改装比较好看 那这个要怎么改装 就是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的这个 这条线它其实是一个涂料 那你就用3M的这个胶去把它喷一喷 然后擦一擦它这个就会掉 那第二个话就是 它里面有一圈 你们仔细看它这个里面有一圈内圈 所以你们再用刀子把这个内圈 用这个小刀把这个内圈把它刮掉 这里 内圈把它刮掉 那刮掉以后就会变成 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这两个明显的就是 我会觉得这个会比较好看 因为它就第一个没有这个缺角的形状 第二个就是它更看起来更薄 更就是有对称感 不然你看原来的这个 你会感觉到它下面比较厚上面比较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设计要这样设计 就是很奇怪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 那实际装的话就装给你们看 就是你处理完 我是建议要去改装 你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 然后你把它装 然后你把它装 这个没有处理过的 你看把它装下去 没有处理过的是这样 我等一下会把比较图放在这边给你们看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图案你在看 你就会看到这个缺角 这个缺角老师会 你的视线会被这个缺角去影响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那我现在用这个 有修改过的给你们看 有修改过的就比较对称 跟像集合图形 给你们看 就是你现在比较 比较有科技感的 或者是你有学过那种美学的 通常他们就是 会有做对称的形状 等一下我装一下把它装好一点 一般应该是都会做对称型 所以你看首先这样看起来就已经比较好看了 而且我不会一直去看那个缺角 我就会把专注力专注在这个图案 那我们再装这个 那你看装下去 我是觉得这样就比较没关 你看这个框本来就这样 你就是会专注在这个 星际大战的图案 那这边就很漂亮 素素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 所以我建议这个 就是你们要去改装 就用3M的喷一喷 然后拿刀子把它后面 后面这一圈 这边有一层这个蠢 你就按照这一层 把这边把它刮起来 你们看到这边有一圈 就把它刮掉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圈 用刀子把它刮起来 然后再磨一磨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今天就回答 小老弟的问题 就是说 首先我觉得涂层比较不会掉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 SolidSuit本来的这个框 反而会变黄 那你如果买外面 它自己去买的 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再也就说 我建议要去改装 改装完的话 真的会比较漂亮 好 那今天自己就到这了 希望会对你会有帮助 好 有点树 除了 致阳 重量 除了 有点树 员 有点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